詞曲 初夏明 由悠文 作詞 初夏明 孫心 春 慶 初夏明 週二 字 約翰 北歐 北歐 五、二、三、三… 圖書一上100字左右的一個介紹 然後包括它的升年、築年 那升築點表就更簡單了 通常都是一個名字 然後什麼時候升什麼時候死 就這樣 那姓明錄呢 它通常跟人名詞點大同小異 另外還有所謂的易名錄 什麼叫易名錄 就是專門記載一個人的別名的一個紀錄 那這些都是有關傳記的資料 這些工具書在圖書館都被放在歷史類裡面 那你到架上去找一下 在參考工具書裡面的這個傳記類歷史類裡面 你就可以找到各種各式中外的人名詞點 他可能是綜合性的 比方說中華民國名人錄 中華民國財經名人錄 或者是清代人民所隱 送代人民所隱等等 有各個不同的學科的 比方說有音樂加人民詞點 文學加人民詞點 那這些都是參考工具書的一種 另外還有一種查傳記的資料是 傳記書目所隱 什麼叫傳記書目所隱 我們知道中國歷代以來的書籍當中 文籍當中都會記載人物的資料 我們知道方字有所謂的人物字 在中國的各種的圖書裡面 也會有人物卷跟人物有關的篇卷 那這麼多的資料 我怎麼知道在資料傳書裡面 收入了多少人有關於某某人的資料呢 比方說我想要找蘇東坡 那我希望在古籍文件裡面 有關蘇東坡的資料都能夠找得出來 那斯福全書有多少部書啊 我們怎麼可以憑印象去記它 比方說我們知道中國有名有二十五史二十四史 那二十五史二十四史裡面都有所謂的記載體 對不對 什麼叫記載體 是不是記載個人的資料 那這種記載體記載了這麼多的人 又在不同的史書史籍裡面 不同的篇卷 我怎麼知道有哪些 那這個就要利用所謂的傳記書目所隱 傳記書目所隱 好像我們的其他人物一樣 它是結合很多不同的圖書圖籍 而且把它的內容做了分析 它可以把它找出來 有關書室的這個在二十五史的記錄裡面 出現在哪些史書籍的篇卷 第幾卷 第幾篇它都可以把它列出來 那這個就叫做傳記書目所隱 它可以指引我們哪些相關的圖書可以利用 但是它只提供你出處 也就是說就像聯合目錄一樣 它只告訴你這東西在哪裡 但是你還是必須要就它所指引你的圖書 去取得原始的質量 那這個叫做傳記書目所隱 我記得以前我們在念讀管系的時候 那時候老師最喜歡考的就是 某某句出自於十三金哪一篇哪一卷 那這時候 對啊 以前不是老師考試也選考這個嗎 那後來我們高中的時候老師都選考這些 後來我們到了讀大學讀管系的時候才知道 如果以前就會用十三金所隱 回家翻一下就知道 根本不用背書 翻工具書就好了 那查檢傳記的參考資源最常使用的就是 人名詞典跟名錄 為什麼 因為它是可以直接找到答案的資料 那在這種人名詞典名錄 也是我們一般人最常用來找人物資料的參考工具書 那通常它提供的是一個非常簡潔的人物資訊 那大部分是以時代或者是不同領域為區分 比方說宋代名人詞典 元代名人詞典 中國文學家大詞典 中華民國現代名人錄 這就很明顯講的是什麼 現代 所以古代人神沒有在裡面 這是中國文學家大詞典 所以你要找那個藝術家可能就不在裡面 你要找數學家可能就不在裡面 通常它會用一個時代 或者是用一個主題專業來做一個區別 那其他還包括像信錄 它可以查檢信氏的來源及變遷 比方說你可以找中國百家信解說詞典 它就可以告訴你各個信氏 它的一個來源跟它的一個變遷的狀況 另外還有所謂的同性名錄 它可以來區分同性的一個名錄 比方說古今同性名大詞典 義名錄就是專門找別號筆名或別名的 我先跟同學抱歉一下 這個獎益我會傳給那個助教 因為我今天傳的時候我忘了 我只傳了那個作業我就出門了 後來他們打電話告訴我說 怎麼沒有那個獎益 才發現我漏傳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就這個獎益就沒有給大家 不過我會課後我會傳給助教 那你們可能下次上課的時候 再會拿到這份獎益 那再來就是年補 那年補它是很特別的 通常年補它通常都是一個人的年補 比方說某某人的年補 它會按年月記載這個人物的 不同時期的生平時計 再來就是家補 現在很紅的東西家補 家補它的特色是以繼世系為主 但是在家補裡頭一個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往往找不到女生的資料 為什麼 因為家補是以男性為主軸 醫學員關係先父後子 先兄後弟的順序排列 女子父於男子之後 但是有的甚至於都沒有被收進去 那但是家補它是一個研究 就是一個家族的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些參考工具 所以包括像我們台灣 也有所謂的台灣區族譜目錄 比方說你想要找某一個家補 或者是某一個族譜 那可以透過這個家補的資料來找 再來就是一個可以跟大家介紹的 就是如果你今天要找一些台灣的人民 台灣的重要的人物 你又希望這個資料是比較豐富的 那可以建議大家去找方制 我們現在台灣各鄉鎮都有邊方制 都有邊方制 大概86%左右的鄉鎮 都已經有它的鄉鎮制 那鄉鎮制裡面都會收人物篇 人物券 那這個人物就是以地方的人物為主 那所以在這個方制裡面 因為它是記載地方的一個史料文獻 它內容含有人物誌 那所以我們可以從裡面看到一些資料 比方說像這是一個 好 這是一個台北市誌 台北市誌是一個有49本的大套籌書 在它的其中有一冊就是 對不起這個圈應該在最下面 第23台北市誌卷9人物誌 人物誌 那你從人物誌裡面點進去可以看到什麼呢 從這裡它從清代理這樣的資料都可以找得到 你可以找到它這裡面跟台北市有關的人物 各個不同的領域的都可以在這個方制裡面找到 然後你可以點進去這個頁數呢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方制的內容 那那是從方制裡面來找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說 剛剛我們講到的這些都是印刷形式的書籍型態的工具書 去哪裡找呢 圖書館通常在參考室 參考室 參考室裡面的工具書裡面 大家去找歷史傳記類 大概在七 七這一類裡面 那標頭是七的那一類裡面 你就會找到各種各式的傳記的資料 可以做來做查詢 那但是現在在網路上 有時候我們不見得有時間到圖書館 那其實可以跟大家介紹 現在在網路上 有非常多免費的可以查傳記資料的資料庫 有很多現在很多小孩子學員都很聰明 在家裡都上網 然後說老師叫他們回去做李遠哲的介紹 根本不用到圖書館 在網路上他就可以找到非常多的資料 但是我們要提醒大家就是說 傳記資料來源量又不齊 有些網站的資料都是簡貼的片段資料 可能有很多錯誤資訊在裡面 所以我們去使用這些所謂的網路資源 或者是資料庫的傳記資料的時候 最好挑選這是一個比較嚴謹的公司 所做的資料庫 因為尤其是人物資料 真的是比較容易有問題 那這邊跟大家介紹是我們國家圖書館 從我們的國家圖書館的首頁進去 那有一個那個叫做就是網… 我跟大家這邊說一下 這是一個推薦給大家 比如說如果你們平常在找一些網路資源的時候 除了利用這個Google 或者是這個信用網站等等 那如果你覺得找那裡還不知道怎麼找的話 我們國圖有把這些網路資源做篩選跟這個選戒 那你們進入我們國圖的首頁之後 在右手邊這裡跟大家介紹過 有一個參考服務原地 點進去 然後這裡有個知識燈塔 網路資源 點進去以後這裡有個叫知識之窗 那這個就是我們國家圖書館把網路上的各種資源 挑選過之後 我們分門別類 所以你可以從這裡 比方說我是對傳記年表 我想看網路交哪些免費可以使用的傳記年表資料庫 你可以從這邊點進去 你就會看到有關傳記年表的資料庫 可以從這邊點進去 他還分類有綜合性的 建築家、藝術家的、作家的、科學家的 還可以專門找年表 那你也可以看剛剛這邊有一類叫做名錄 你就可以在這裡看到工商名錄、學校名錄、名人錄 我們現在要找的是人跟人有關的 那這個是給大家介紹 就是下次你的作業裡面有一些題目 說不定就是可以從這裡找到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利用的一個點 就是如果你找不到網路上可以用的東西的時候 可以從國家圖書館 這個就是那個網址 剛剛那個網址 好 這就是我剛剛講到 從這邊點進去 你可以看到各種各式可以使用免費使用的資料庫 不但有國內的也有國外的 像這個第九筆 第九筆就是專門查諾貝爾獎官方網站 想說你要找李遠哲的資料 最權威的你應該到諾貝爾獎的官方網站 他還會告訴你 李遠哲是第幾年得到什麼諾貝爾化學獎 他的研究的題目是什麼 在這裡都有一些相關的記錄 甚至於還有一些相關的連結 好 那這個名人錄是剛剛跟大家講到的 就是里面給我介紹 這是一個專門查中華民國政府名人錄的 這是我們國圖做的 那他放在的位置 是在我們國圖的政府文獻資訊網裡面 你可以從這個網址裡頭 或者從國圖的首頁找到政府文獻資訊網 點進去之後就可以找到這個中華民國政府名人錄 那顧名思義叫中華民國政府名人錄 所以我們要找某一個學校的校長 這裡找得到嗎 找得到 因為這是什麼 政府直官錄 那基本上他是擔任我們中央政府機關的首長 在這裡的資料他會找得到 或者是我們的立憲立法委員等等 好 那所以在這裡你可以看到他可以找到的東西 包括這上面的東西都可以找得到 那這邊我就是要告訴大家他的查詢非常簡單 你可以直接檢索某一個人 然後下去看他的基本資料 但是你也可以查 就是直接找這個政府的那個官員的一個瀏覽 所以其中有一題 像是作業裡面有一題說要找立任的教育部長 那你可以看這個網頁上去提供你一個功能 那個功能是說你可以直接去看中央政府首長 那像這個就是王金平的一個個人資料 那紀錄的非常詳細 包括他的 籍官 生卒 生卒免 只有生卒免 然後政長 學歷 他的教職 他曾經擔任過教師 我看到這裡也想你才知道 他當過教師 是彰化晉德中學的教師 那這個上面的資料基本上都是經過查證比對 所以基本上他的正確性是很高的 還有他的非常完整的經歷 這個其實很長 我只截取一頁 那有興趣的同學回去可以自己查 這裡非常的完整 那後面我們也會有一些相關的資料來源 就是我們從哪些取得這些資料比對出來的 在這裡大家都可以參考 好 那在這邊又跟大家介紹的是查文學家的資料 如果你要找台灣文學有關的東西 跟這個作家有關的 那推薦你也是國圖一個免費的資料庫 當代文學史料影像全文系統 在這裡你可以找到2300多位在台灣地區 在台灣地區有發表著作的 這個比較有名的作家 那這是因為我們國圖過去 曾經有辦過很多次的文學展 那那個時候沒有文學資料館 那我們國圖辦這些文學展的時候 跟非常多的作家建立起很好的感情 那也幫他們建立了很多資料專券 我記得我十幾年前到國圖上班的時候 在參考主服務的時候 那時候幾乎國內的中文系所的學生 一定要到我們國圖來用這個作家的資料券 那時候還沒有資料庫 然後介入率最高的兩個作家 排名第一號叫做張愛玲 第二號叫白鮮勇 都被翻爛掉 那所以後來包括時報啦 他們辦了很多這個張愛玲的 每一年張愛玲這個什麼 那個祭日那一天 他們都會辦一些活動 那白鮮勇每一次有一些新的劇本出來的時候 他們也會幫白鮮勇辦一些活動 他們所用的資料 全部都是到國家提出來接的 因為我們建的資料券非常的詳細 包括他的就是歷年來的作品 然後他的作品的評論 他曾經得過什麼獎 他的作品有沒有被人家翻譯 然後相關人對他的評論文獻 我們都把他整個整理出來 所以過去有很多人都到國圖來利用這些作家資料 後來我們就把他建成了一個資料庫 目前的台灣文學資料館 他的那個台灣文學作家 有很多的資料就是從這邊也是複製過去 各地的文化中心的當地的文學家的資料庫 有很多資料也是從這邊複製過去的 那這個資料庫到今天為止 都還是不停地在更新修正 所以他的資料是不停在充實的 那我們先舉個例子 像黃春明義某一個作家點音域之後 你可以看到這個作家的基本的人物生平介紹資料 那這些你在很多資料庫都可以講得到 包括他的照片 著作 年表等等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是 你可以從這個作家去查他的作品 比方說黃春明寫過哪些作品 他寫哪些書 哪個出版社出的 哪一年出的 評論查詢是什麼 別人寫有關黃春明作品的評論 這個最好用了 很多學生要寫那個讀書心得報告 都跑到上面來找 因為老師說家會回去看一本書 自畫寫心得報告 他們就趕快上來找 黃春明某一本書有沒有人寫過評論 趕快回去印一下 然後就可以來參考那些了 另外的翻譯查詢就是 黃春明的作品有沒有被翻譯成別的語文 像李洋 李洋的作品就翻譯成很多的語文 在世界各國曾經出版過 你就可以在這個翻譯查詢裡頭看到 另外什麼叫傳記查詢 這邊的評論查詢是針對黃春明的作品的評論 這裡的傳記查詢是針對黃春明這個人的評論 跟他的介紹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但是有的時候作家的這個評論資料 人跟作品是分不開的 這種情形也是有 另外還有一個所謂的名句查詢 名句查詢是過去就是在整理這些文學家資料的 我們當時是用了好幾位研究所的學生 中文系研究所的學生 他們就有一個想法說 常常我們都會引用某一個作家的作品當中 有被大家一直不停地反覆地來講的名句 那為什麼我們不把它摘錄出來 有點像 quotation 因為我們都在國外有這種 quotation的資料附 都做得很好 可是國內都沒有人做 所以常常有的時候你會不知道說 這句話到底最早是誰說的 在哪一個作品出現的 說不定你現在知道的 其實之前就已經有人講過了 因為國內都沒有這個 quotation的資料附 所以都查得出來 所以我們就嘗試說 把那個作家的作品當中 挑選一些覺得不錯的句子 我們把它記錄下來 可是這個工作非常難做 而且後來又有人評論說 為什麼這句是名句 另外一句不是名句 所以這個工作後來就做得比較慢 比較暫緩 所以資料量就累積的就比較沒有那麼多 好 那這邊看到個人的資料 包括照片 著作年表 得獎紀錄都有 這是最基本的資料 那這是他的照片 那剛剛這個是他的著作年表 因為這些都是免費 你可以在網路上看的 那這個就是我剛剛講到 你可以查他的作品 所以他會出現黃春明他有多少的作品 然後在這邊你看看他有一些出版的日期 他的類別是小說還是童話故事 我們都有在上面做一個紀錄 好 那這個是他的評論文獻 你可以看到他的作品 有被哪些人評論過 評論的作家都是黃春明 他的作品是看海的日子 因為有時候我們從編名 大概看不太出來他是評哪一本書 比方說像這個 台灣文學在日本 夏春作冊 他評的 就其中有一篇他是評黃春明的什麼 還有他的沙坡不是領養的嗎 黃春明也有沙坡 這個我就不曉得 還有這個像看海的日子 OK 好 謝謝你 好 那像這個是評看海的日子 那你就可以在這邊看他的影像 你可以在這邊點選他的影像 因為他由我們整理這個資料 真的整理得很辛苦 因為有一些是來自於一些 比較小眾的看目 大家在外面可能比較看不到 有一些文學作品的評論 像這個就是剛剛講到的翻譯 那這個是找到的是 兒子的大欄 兒子的大欄 兒子的大欄有翻譯 然後是這個 就不知道是誰翻的啦 對 你可以看到 他是發表在哪裡 文筆雜 這個筆 台灣文筆雜誌 是不是叫筆繪雜誌 就是有一個專門在翻譯 台灣的文學作品的一個雜誌 不代表不見得沒有 因為我剛說過有2300個作家 那因為他不停的新增 還要維護舊的 所以有時候有一個作家 如果他有新的作品出來 是不是就很容易被遺漏掉 說不定沒有被秀進來 那但是現在他這個系統 準備要做一個動作 就是說那個作品的研究 除了現在展示出來以外 他可以讓你去連結 類似那種網路書店的插書系統 看看有沒有變性的作品 對 所以不見得是沒有 妳先沒有 你們把他改一下好了 眼還是個相關評論 麻煩你把它改一下 第幾題 第3題 標號3 那那個王秀的那個是標號9 王秀 王秀 對 可是你可能要先找到那個江大村 然後再從他們做臉文去 這也是一種方法 或者是你們直接檢索中的書 那剛剛講到的這個名句查詢 這個在幾年前的時候 那時候他們還做得如火如煮的時候 有很多老師跟我們說 這個剛剛讀好用 為什麼呢 他在那個每一年畢業時候 不是要給學生畢業紀念書留言嗎 有的老師說已經快要寫不出來 然後就到裡面來找句子 就蠻好用的 有些同學他要寫卡片 也可以進來找 其實是蠻好用的 然後說我要找一個 用太陽來寫的句子 然後在這邊就可以找出 就是我們的那個紅人他們 從裡頭去找 去栽錄出來的 但是這個工作後來很可惜 就等於有點聽到 因為比較有爭議 然後比較有爭議 那這個是像剛剛找到這個是 張艾琳的名句被他們挑選出來 這麼多 我發現我們那個工作生 最愛挑的就是張艾琳 他們就張艾琳的白仙勇的 就會很認真的去挑去看 因為他們是真的每個作品都看 這是得獎紀錄 就是你可以特別找小太陽獎 這個獎 歷年來的得獎有哪些人 那另外我們除了找作家 剛剛看的是特別是作家 那現在給大家介紹一個網站 是找台灣早期的人物 那這個是鍾永明他們在網路上 中國時報提供的一個 我覺得他這個頭是出書 但是在網路上也提供免費 讓大家做監獄 當然資料是比較簡略 他是只有年表 可是我覺得這個對於 就是如果在做相處研究 人物研究的時候 就已經非常夠用了 那這個是他的一個網址 其實在網路上可以很容易找得到 就是台灣百人傳 在這裡你可以找到 比較早期 差不多是日據時期出生的人 或者那個時代的人 那些台灣的名人 那在這裡呢 他有非常詳細的年表資料 覺得他這個年表做得相當的不錯 那在這邊跟大家介紹的 這個資料庫呢 是在網路上就是外國所做的一個 專門查這個所謂的artist name 就是那種藝術家的 這是一個專門查藝術家的網站 那像這個是專門是 就已經是這個網站 就只為了某一個人來做架設的 這是那個凡虎的嘛 對凡虎的 那這個裡面的資料 內容就非常的豐富 就是事實上在國外的網站上 替這種世界的名人 尤其是藝術家 畫家 藝術家 就是藝術領域的人 的網站非常的多 而且都做得相當的好 因為他有很多是那種基金會博物館在做的 那像這個是我剛剛提到那個查諾貝爾 查諾貝爾的 那像這邊我找到李院子了 他是1986年的那個chemistry 就是化學的那個割獎 化學獎的割獎者 那像這個是那個一個非常好用的資料庫的 叫做Biography Research Center的 他們是GailNet做的 但是這個是一個收費資料庫 也就是不是每個圖書館都有 要有訂的才能夠用的 那但是他收的內容就非常非常的多 非常的豐富 你可以看喔 而且他查詢點非常多 你可以從人民直接做檢索 你也可以從他的職業別 國籍別 他的出生年等等 性別 那甚至於你可以查整個文章內容都可以來做檢索 那這個是一個蠻好用的資料庫 以前我們在上這個新聞參考資料的時候 那時候還沒有電子資料庫 這一家Gail他所出的一系列的傳記資料 是我們新聞參考工具書當中 必讀必學的喔 因為他的資料內容是做得非常的好 那像這個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檢索介面 你可以用occupation-less 你看他有多少行業啊 非常多做得非常細喔 可以專門找男演員、女演員 或者是其他的各種的行業別 都可以找得到 像這邊 我已經忘了我找的是什麼 我找的一個occupation 叫做American President 原來總統是一種職業 那像我們知道 我們的職業可能是叫公務員 那總統的職業是一種職業 所以我這邊就試著用American President去找 我想試試看 在這裡能否找到有多少美國總統 就找到去以後很多喔 找到42米喔 在這裡我找到了 我就隨便挑一個Collington 進去以後呢 你會發現他的資料 真的做得非常的完整 包括他最簡單的資料 你看到他每一個資料的內容 是有一個架構的喔 那你可以看到他這邊有個 Pable Accountant 就是有關於這個柯林頓的資料呢 然後在這邊有分不同的章節來做說的 甚至於他有提供所謂的原生閱讀 有的時候我們光看一個基本的資料 是不夠的 那他可以提供你非常多的相關paper 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要研究Collington 他可以提供你一兩百篇的文章跟書 你都可以去參閱 另外呢 他還可以提供你非常多 包括最新的資料 他也會在這邊顯示 就是最近跟Collington有關的報導 也可以在這裡看得到 像這邊 我這邊就是看到他的那個 跟Collington有關的文獻 你可以找到多少 跟Collington有關的報導 跟那個在期刊 或者是在一些相關的報紙上所刊登的有關的 就有這麼多 你可以在這裡看得到 然後做得非常的完整 那像這個是查 像我們剛剛找 我是在那個 綜合性的傳記資料所頁裡面 去找到柯林頓 事實上在網路上呢 有專門查這個American President 就是美國總統的網站 美國總統的網站 所以你其實也可以從這個地方去找 那我覺得傳記資料在國外都做得非常的好 像現在很多在做那個電子圖書館計畫 甚至於在網路上 已經做了一個Digital的這個人民的一個資料庫 他還可以對照那個GIS 去標引出每一個人的那個位置 我覺得那個也是做得很好 另外呢 我們來看一下還有 你看這是希拉蕊 我從柯林頓去找到希拉蕊 那同樣在希拉蕊這邊也是有非常多的資料 像這個是biography.com 這個也是一個免費的資料庫 你可以在這裡找到呢 超過兩萬五千個人的資料 但是他所收的資料 我覺得他是比較一般性的 比較famous 就是我們大家比較都知道的一些名人有關的 那在這裡呢 我就試試看找了一個 因為那個時候剛好 人家在問我說 到底誰是第一個登陸月球的人 然後那個人叫你叫什麼名字 我們不知道叫什麼阿姆斯狀 阿姆斯狀對不對 但是我一下拼不出來 我就嘗試看看寫這個叫做 不是漫目在雲端 是漫目在月球 我就給他寫個 我想試試看 就是 因為他不是後來有漫步 在月球上漫步嗎 我就給他試試看 我先把他當keyword去查 我想說看能不能講得到 好 真的可以找得到 然後可以看到這裡找到幾個人 有找到一些相關的 那我知道那個人叫做阿姆斯狀 我只是搞不清楚阿姆斯狀 那我就試試看 第一個 因為他不是有職業別 職業別是太空的 那是不是很相近了 對不對 就進去了 果然就找到就是這一個 第一個登陸月球 阿姆斯狀 在這裡就可以找到他的一些相關的 其實我那時候進來這個網頁 我最想看的是這一頁 因為我小時候非常崇拜Paul Neumann 他每一部電影我都看過 對 所以我那時候進來的時候看到 哇這網站好棒喔 竟然放了一個他的照片在這裡 因為那天剛好是Paul Neumann的資料在這裡 可能那天剛好生日 所以把他的照片放在這裡 好 那我們在解鎖各式的傳記資源 我們要注意幾個地方 因為傳記資料其實最容易 在使用當中 在飲用當中 是很容易發現爭議 所以我們在檢索傳記資料的時候 要注意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檢索工具的收入範圍 跟他的標準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 很不同的這個傳記的書 傳記資料庫 他可能有他的一個地域性 比如說我是收美國總統 所以你要找中華民國總統 千萬不要到那個網站去找 你要找法國的總統 也不用去那裡找 他就是找美國地區的 他是有地區性的 那我找中華民國名人錄呢 他的內容就是只有我們台灣地區的 就是沒有中國大陸 沒有日本的喔 那有些是有時代性 比方說元代傳記資料所以 送人傳記資料所以 日據時期台灣名人錄 他是有時代性的 有一些是有學科性的 像我們剛剛講 藝術家、作家、醫學家、太空人 這些都是有學科性的 或者是諾貝爾得獎 那權威性 剛剛講到 你會發現傳記資料有很多人做 比方說像做日據時期的人物 有些資料庫的做法是剪貼、拼貼式的 有些資料庫呢 他是真正有做研究的 所以這個權威性呢 就必須要好好的去判斷一下 再來就是 檢索工具的時效性跟更新頻率 你要說中華民國名人錄 那遺產 為什麼我要找的人都找不到 因為我們知道 所謂的現在名人 他一定是在某一段時間特別活躍 對不對 所以這個資料更新就很重要 如果你現在手上拿到的資料 是2000年的中華民國名人錄 如果這個人是2004年 當選中華民國總統的 他之前是無名小子 2004年才當選中華民國的總統 你在2000年名人錄會不會找到 你找不到 所以我們要注意這個工具書 或者是資料庫的時效性跟他的更新頻率 他是不是即時更新 或者常常在更新呢 另外我們找個人資料的時候 最好先從一般性的人物詞點 人民詞點 百科全書開始 為什麼 你先掌握最基本的資料 你要知道他的生竹年 他的那個籍貫 他活動的地區 他有一些什麼特殊重要的貢獻 掌握到這些基本資料以後 我們再來進一步 檢索比較專門的資料庫 或者是工具書 才能找到更多的資料 那同時呢 傳記資料有的時候片面的資料 沒有辦法充分反應這個人相關的內容 所以呢我們可以依照他所提供給我們的參考書目 或者是其他的書目 索引資料庫來做延伸查詢 那最後一個就是 我們在使用專記資料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最好多比照各個不同的資料來源 而不要避免只引用單一的資料來源 因為專記資料的資料會有時候不免有這種個人主觀 或者是他的主觀判斷 所以在描述的事情上面說不定是會有差異的 所以這一點呢就是要特別注意 使用專記資料的時候最好同時至少 看兩個不同的來源的一個敘述有沒有太大的差異 那這個是專記資料的一個檢索 一個很簡略 所以這個是非常簡單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種關於人物資料的查詢 所以請大家回去以後 在作業裡面好像還有四題嗎 是跟人物有關的資料 那都非常的簡單 就請大家利用我在這邊提供給你們的幾個資料庫 然後進去查詢一下 然後請大家把這個答案 包括今天已經解答的 都請大家回去做一下 然後把這個答案在12月24號 以Email的方式 如果你Email不方便 那你就是書寫出來 你會用寄的寄到台北市中山檀路國家體書館 然後寫文團團就可以了 那如果方便的話 用Email是最快 在12月 在12月份 我們等一下 在12月7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